好了,最後就是屬豬的朋友,屬豬的朋友吉星也不多,只有文昌星而已 空星也不多,有病符、拍月和望神,最主要就是病符和文昌這兩顆 屬豬的朋友今年有文昌當令,代表思考方面會特別靈敏 特別利是考試、讀書等和文昌有關的工作行為 稍微不理想就是病符聲,健康方面就會容易病 所以屬豬的朋友在2020年有事記得第一時間看醫生,不要燈症 而讀書的朋友,文昌就可以加強你的學習運,令你能夠文彩飛揚 屬豬的朋友叫做平穩向上的一連這樣的情況